愿意以自己的诚心和自己的身心真诚的 祝愿高大哥离苦得乐 往生释放佛国 双手合十念经祈祷 高临峰过世大陆粉丝 23号在北京办理一场小型追悼会 如果你是你只不妙 我一定是那不妙 把你围绕 把你围绕 现场摆放着高临峰绝版唱片及黑白海报 还不断放着他的成名曲 烛光中显得哀奇 高临峰的大陆粉丝大多已年过四十 他们说高临峰的歌曲陪伴他们走过青春 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歌神 因为那时候在上学高大哥 那时候很有名的一部片子叫《燃烧的火鸟》 那时候我在电影院看的 当然我就听那歌这么好听啊 《燃烧的火鸟》 我说谁唱的 好像是高大哥唱的 串学的时候听那歌 30年前的大学生 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歌 而且后来我就一直去追 追的话 包括我加入高临峰论坛 就是当论坛里现在也是班主 可不是 高临峰的招牌歌 歌迷可是朗朗上口 手到不行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熊熊呼言咋了我的心波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据了解除了高临峰外 他们也是刘文正 江陵潘安邦等台湾老歌手的粉丝 看来当年这些台湾老歌手影响大陆相当的深 大陆粉丝还在网上成立高临峰的悼念官网 他们用永不退场四个字 代表他们对高临峰的永远怀念 欢迎订阅到陈正龙北京 采访报道